第五季沒有什麼新的期待 也不會啦 我現在反正對我們來說就是 先把這一週先打好 老婆會覺得說 要不要就不要再接第五季 然後講一下 她是有看我自己的想法啦 那對我來講 其實我們也不能決定 我們要不要接嘛 那有沒有最讓你放心的隊伍 撞撞啊 盡心啊 然後 ZIN啊 對 我覺得她們其實都讓我蠻放心的 因為她們也不是屬於會 自己想要搶出頭 然後想要力求表現 然後她們在練習的時候就 又會很知道自己的角色是在做什麼 那花了你百萬嗎 我將近有喔 我覺得有 因為我教交通住宿 來回吃飯 找場地找教練 對啊 然後甚至提供一些器材 對啊 沒有啦 一定沒有 一定沒有 但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很好玩 我也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對我來講 我以前沒有當過領隊這個角色嘛 那對我來講是 怎麼去升這個角色 然後甚至把這個角色是 做到讓大家可以相信我 接納我 我覺得也花了蠻多的心思嘛 那其實也蠻謝謝她們的啦 她們願意跟著我走 相信我的運動員的一些觀念 對啊 其實我還好我不太看新聞 但我覺得不管補誰 對我們來講都是都是好的 因為像犬哥她其實也很投入在我們訓練裡面嘛 那其實她有很多項目她也是可以上場 但我們的隊形本身就是比較屬於 每個人平均上場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會有真正的是 我們一定要靠一個人去做任何事情 我覺得我們蠻厲害的是我們黃隊是 每個人的出賽率都是一樣的 那有沒有最讓你放心的隊伍 撞撞啊 盡心啊 然後 sing啊 對 我覺得她們其實都讓我蠻 蠻放心的 因為她們也不是屬於會 自己想要強出頭 然後想要力求表現 然後她們在練習的時候就 又會很知道自己的角色是在做什麼 那你叫什麼方式 笑態啊 就是她常有時候搞不清遊戲規則 然後她會彩線啊 然後幹嘛 那她就很好玩 其實我覺得每個隊上就是每個性格 她其實會在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時間點裡面 讓你的隊上產生不一樣的火花 其實我們隊員就超乖的 就是 我們可能應該是這世紀以來 我聽說啦 這世紀以來應該是最團結的 就是 練習的項目幾乎都9個人到 至少 都全清 幾乎 對 至少有9個 對 至少有9個 那你都不會失效 怨你覺得自己的意義 不會啊 因為大家就想出賽嘛 我說你沒有要出賽 用實力來換啊 用你的運動表現來換啊 有時候你表現得比較好 在場上又會卻場啊 我說 其實到最後大家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因為也真的蠻長一段時間 我們到最後大家知道說其實 誰的拍類比較好 誰的球類比較好 誰是什麼 就是大家會有比較擅長的項目 那那個項目就很自然的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Leader出來 帶領大家去做這些事情 那波哥對於 因為好像還有第五季 第五季沒有什麼新的期待 也不會啦 我現在就是反正 對我們來說就是 先把這一週先打好 然後再靠這一季 因為對我來講第一 川普的第一季嘛 然後我們也沒有一些學長節 然後我們一般 我們也不知道資源場地 教練應該怎麼去執行 那我相信如果有了 這一季的經驗之後 我覺得都是磨練嘛 所以希望就是可以像那個 小傑哥一樣嘛 透過三季的訓練來 來達到比較好的效果 就是三季之後 三季之後可能 可能會比較有一點好的效果 對 都在學 因為沒有人像淺姐這麼快嘛 對啊 因為她經驗太好了 所以老婆會覺得說 要不要就不要再接近 她是有看我自己的想法啦 那對我來講 其實我們也不能決定 我們要不要接嘛 也要看製作單位 他們覺得我們 我們的個人適不適合這個角色 那對我來講 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學習的一種